0601开放资料处理 那处理哪些形态呢? 因为目前网路上最多是CSV 其次大概就是Json 另外再其次可能就XM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这三种常用的格式 都会 操作,而且都会使用的话 我想大部分开放资料的问题就是简单的 所以要怎么去处理这些格式? 首先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当然第一个我这边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要安装这个东西Request的模组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模组他会出现 No module name的这个 因为他是外部的 一个模组他没有预先帮你把它装到那个Python里面 除非说你们如果去装了什么Honda那种 他已经都装好了 但问题我是觉得他装起来实在太大了 什么都装包山包海什么都 我觉得需要的时候再把它装起来其实还OK 因为这样子的话就不会造成说你的那个Python的话 膨胀的非常非常大 其实我不太喜欢你的韩式库根本你什么都用不到 那你全部都把它载下来的话 其实转起来也相对的速度可能会被拖慢 OK 那所以我们要怎么安装 这个Request 另外的话装好之后你才有办法去抓那个网络资料 那网络资料我刚刚讲过就是 你可以从那个哪里的开放资料里面找那个台北市政府的 这个 什么 我们是找那个资料集里面的那个什么 这个倒数第2个的 资料格式分类找那个CSV的 然后这个可能不要麻烦 再按筛选一下 那大概第3页吧 会有一个那个台北市政府的那个 这边一堆 第3页 在这里 倒数第3个 不过未来这个可能也会换位置 那不过没关系 或者你可以搜寻那个 公有零售市场行情 那或者是说你可以从我这边上面 也有提供一个连结 你可以连过去OK 那首先的话 他提供给我这个连结 那我们需要什么 需要假设我今天要抓什么 抓 1月份到7月份的这资料好了 OK 那这边有个下载你可以 去按右键吧 这边有个复制连结 这个连结 可以拿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你直接点选他下载 他就下载成一个档案 但是我现在不是要下载 我现在是要怎么 把这个 档案 放到我们Python里面 再把它存到资料库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 第一个 我们如果说当然你现在 在预览 就这些这些资料 他这边总共有没有这么多资料 2000多个 总共2万多笔 OK 2万多笔资料 那假如说2万多笔资料 我要把它放到我的 Siquelize 资料库的话 该怎么做 OK 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要知道他的位置在这里 按右键 复制连结 OK 第1个 第2个的话呢 我可以怎么样呢 拿到这个 写这个几行程式 非常短 第1个的话你可以 input request OK 我们可以利用request request加s request 这个模组 去帮我做什么呢 去帮我把 他下载下来 那他有点像是那个 跟前面那个什么 f 物件还蛮像 f 物件里面 我们用open的方法 可以把 那个档案的位置给他 request是 档案是抓你现在电脑里面的东西 request是抓那个什么 server上面的东西 OK所以以后的话 你要装网路上面的东西 你记得就可以用request就可以了 这个东西呢 也可以抓一个网页 网页抓起来就是背后的原始码 就一堆的原始码 OK 所以只要放在网路上面的东西 基本上都可以用这个request的这个模组帮我抓下来 那里面最常用到的不爱乎就是什么 用一个方法叫get request.get 有没有就有点像那个 档案里面的open OK 那后面的话我就把什么 把那个刚刚的那个网址把它贴到这边来 因为我刚有复制那个 复制那个网址的那个连结 你可以把它贴 所以这边有把下载按右键 复制连结网址 那你可以把那个网址 把它怎么样 把它贴到get的后面 OK 就这一串 那记得呢 后面还要加一个encoding 这个encoding的刚好呢 特别是这个request 刚好 跟那个 档案物件刚好颠倒 档案物件如果说它是utl8 你要 给它encoding 可是呢 这个request 刚好是你如果不是用utl8的话 那你就要加cp 加那个cp 加那一种 那我怎么知道是cp950 我刚好 跟各位讲说你可以怎么 下载那个档案 比如这个下载 下载完之后的话你可以把它点开 按右键 一样 编辑或者是用记事本来开 然后你可以把它另存新档 看一下编码方式 如果是ansi的话 那记得就要用cp950 OK啊刚好跟那个 档案物件刚好颠倒 那个encoding 等utl8 要加 可是request 刚好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你是cp如果你是ansi 那你就要加cp950 规则可能跟那个 本案物件有点不太一样 不过其实还蛮接近的 差别是说一个是抓那个网路上的资料 一个是抓我们电脑里面的资料 最后把它print 不过你会发现 我要执行的时候 他第1个就出现错误了 这个错误的话底下就有错误讯息 当你现在执行的话 他会出现什么 no macho 没有这个模组 名称叫做request 意思说他在什么 我们的哪个地方呢 其实就是在我们第一堂课讲 第一堂课我们安装是安装到低叠 那其实我们的那个python的函事库就这个 Python的374 那我们也可以在这里 这个是函事库 Python374 那里面的话一定会有一个python点页 就其中用这个去帮我们去执行python的 程式 那如果说我要安装的话 我要安装request这个模组要怎么装呢 基本上特别注意 装的方法 几个地方特别重要 云端上面这边也有写 可能要特别小心一下 要不呢 因为我们python其实不是用 我们从官网上下载安装 所以他基本上 没有帮我们 弄一个所谓的pass 那个pass意思说我们现在 python 所在的路径 他会有个预设的路径 你可以不用打那个路径 所以呢我们 不过我是建议这个pass其实倒也不用设定 你只要照我方式来做 其实还蛮快就可以安装 那怎么去把这个 这个 request给安装起来 第一个的话 先找到什么呢 找到我们 现在的那个 那个 所在的位置 ok 就是我们python的所在位 第二个的话请你找到那个scraps 这个scraps 里面的话有个pipe 这个pipe的话就是对应到什么 pipe的server 他 pipe的server上面的话 目前大概有十几万种 各式各样的模组 一个模组等于就是 一个工具可以解决一个问题 像request就是一个可以抓取网络上的资料 然后后面的话还要装那个像beautiful shop 你要去装 因为他预设没有 那我们要怎么安装 首先的话第1个 先进到scraps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在这个scraps上面 直接打什么打cmd 特别是因为安装必须要到 DOS的模式底下 去做安装 OK这个可能稍微比较麻烦一点点 所以接下来的话能找到scraps 然后上面点一下打cmd Enter一下 那你会发现 你在这上面打cmd的话 他就会自动帮你把这个路径直接带到这里来 那好处就是什么 好处就是说你不用serpass OK直接你的pass就到这边来 OK 所以这一招其实还蛮方便的 好那再来的话 然后呢 我们如果要安装的话 一定要pipe pip 意思就是说 你到什么 到那个pipe server 这个pipe server在哪里 其实你如果打那个python 这关键字 where can to python 你会发现 这上面就会有一个什么呢 Py pipe 这个就是所谓的pipe 那里面的话呢有一堆的module 你会发现 release已经release100多万个release的 那里面的专案project 其实一个专案就等同是 有一个以上的模组 OK 里面目前已经有20几万个模组 也就可以 解决20几万个问题 比如说你想要做语音辨识的话 里面也有 影像辨识里面也有 各种你需要的功能里面都有 OK 那 如果你现在要把这个东西 安装到你的 这个python的话 特别之后 意义先把这个 script打cmd 第二个的话打一个pipe 后面的语法记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 pipe后面加一个install 然后加request 如果你怕错的话你可以复制 其实复制的话 也可以直接贴到这边来 我记得 按右键好像是直接贴过来的 OK 不过前面没几个字 pipe install request 意思就是说 帮我把什么 把这个request模组 帮我装到我们 我们现在 目前跟木屋底下 python里面的 韩式库里面 我们的 韩式库里面 这样他才可以找得到这个request Enter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他就做什么 有没有 他就correcting 有没有 他就去网路上帮你抓 实际上呢 他这个还蛮自动的 就直接从网路上帮你装 然后呢 装到哪里呢 他还跟你讲说 帮你已经帮你装到哪里呢 装到那个 哪里 他上面有没有写 帮你装到那个 这个底下 OK 如果你不知道装到哪里 其实我在我的云端的那个 这上面有写 实际上他就帮我装到哪里呢 装到我们的 这个路径里面 有一个叫lib 其实就是library的缩写 里面会有什么sites 就网路上面下载的packages 套件 底下的话呢 就会有一个叫request 不信的话你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或者你找一下 找那个 Python的374 那里面有个什么 lab 也有两个 没有s的 没有s这个 那里面找一下有没有那个sites的package sites的package 你看这边有 sites的package 我们上次用的 OK 有没有sites的package 这个就是等同是网路上抓下来的 那你会发现这边就会有个request OK也就是以后 如果你从网路上抓下来的 通通会放在这里 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再去run 刚刚的语法 我们刚刚那个语法就从网路上帮我去抓那个 import 这个时候import的话 他就会去抓那个sites的package 有没有这个request 有的话 那他就可以帮我抓下来 那如果说没有意外的话 装好之后 OK 然后你去run他 应该print的结果 他帮我抓下来的东西 就会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结果 OK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 这个应该不用 不用再存档 你就直接把它执行 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跟刚刚不一样 刚刚是出现错误讯息 现在的话已经装好了 所以 直接就可以 一直行 那你会发现他print出来就是把什么 把那个 他放在网路上面的这个这个档案 这个里面的东西 下载里面的东西 就直接把帮我print到哪里 就这个按右键 编辑一下 就这个东西 帮我print到我们的 这个Eclipse里面 OK 那表示应该就成功了 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 request先装起来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记得 第一个步骤 先到哪里 先到第一叠底下的 Python的374 如果你有别的版本就用其他版本 然后第2个scripts 打cmd Enter 打那个语法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所以第1步的话 请各位 先安装 这个 所谓的request 用pipe的方式去 把那个request从 他的server上面 帮我抓下来 那第2个的话 再利用那个 request的这个模组 帮我去 那个台北市的公有零售行情 去把网路上的资料抓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